志工們提著帆布擔架 和時間賽跑 就怕小某香精離開水裡太久 受不了 得夾緊腳步運到船上 準備出海野放 運送過程中 志工不斷往小某香精身上澆水 確保他喚氣順暢 最後來到基隆外海 眾人合力將他抬起 野放到海中 這支小某香精是在6號被人發現 擱淺在苗栗院裡出水裡沙灘 民眾健壯趕緊通報海巡處理 後來被送到基隆八斗子救傷中心 除了進行全身的健康檢查 志工也在治療池裡面 用毛巾幫助小某香精游泳 只見他活力充沛 身體沒有大礙 決定在7號上午 趁海上還沒有惡化之前 趕緊出海野放 他的中文的種名叫小某香精 不是某香精的小朋友 不是是另外一種種 然後他的體長是315公分 那性別還沒有確認 因為擱淺現場 那時候沒有確認 所以我們晚一點才會知道他的情況 擱淺的時候 是發現他的呼吸是算有力的 然後不過他眼睛有紅腫的跡象 然後身上有一些漁網切割的痕跡 那個體有點消瘦 不過因為呼吸有力 再來就是他還算會掙扎動物 就是體力也算還可以 所以 所以就是整體評估來看 就是他可能有機會 有機會回到大海 不過因為他個體太大 所以在擱淺現場 沒辦法進行相關的浮力測試 就是我們不曉得他 之後如果真的回到海裡是真的會浮 還是無法浮直接下沉 那如果下沉的話 當然他就會溺死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他野放之前 做一個減傷的動作 那這個減傷就是 確認一下有沒有其他比較嚴重的毛病 由於擱淺的鯨豚 窮泊綠滴 志工們不眠不休 無意救援 幸虧官方民間伸手救援 這一次才讓小母鄉金 成功回到大海 記者 黃少鳴 基隆報導